可以了 好 好 有點感 各位粉絲團的朋友 今天是在公司喔 各位粉絲團的朋友 大家下午晚 我們今天要跟車友們分享的車款 是Mazda CX-3 那這台車其實KT開發的時間算蠻早的 因為剛好經理有一個好朋友 當時是借我們的車子開發 一領到車就借開發 而且經理還很清楚 那一台車是柴油的 這台車的外觀已經不大了 再加上柴油引擎 整體的扭力跟節能的效果都非常非常棒 當時試駕的時候 我也覺得這台車應該會很夯 果不其然 它賣得也非常非常好 像現在 如果以同級車來競爭的 一個車型大小的話 就算是HRB 或者是Nissan 比較後來才出的KICK 這個的話 它都算是一個同級競爭對手 但這台車唯一有比較特別的地方 它有出柴油引擎 它的前面懸吊系統是賣花承 後方的話 跟一般的小車一樣 是拖一臂的系統 那這台車拆裝非常非常簡單 因為它沒有一些零件 是需要拆內裝 或者是需要欠一個飾板 所以拆裝的速度都非常的快 前面是賣花承的 KT的話 一樣有附一個上座 這個上座 它的懸吊系統 其實跟三代的 Mazda 3 或者是 CX-5 前面懸吊系統 算是有很多地方是共用 可是車軸板並不共用 因為它的仰角是比較小車的系統 比較接近混動馬二 比較接近 好 這個是前面的上座 前面賣花承 KT的話 有附上座 後方的話 是一個拖一臂的系統 後方的也有附上座 所以前面後面所有的零件都不用使用了 KT都有附一個新品 但後方是拖一臂的系統 所以它的鼠鈴壓非常非常的輕 所以改裝之後 有好處也有壞處 改了 KT 或者是改了其他品牌的避震器 在操控性上一定會比原廠好很多 可是在舒適度上就會犧牲掉一點點 這個是這台車後方懸吊 改裝避震器要需要 車主需要達到一個平衡點的地方 那最棒的方式當然就是試乘看看 像這款小車的話 我們在台中 彈子的工廠 雖然沒有 CX-13 可是有相同底盤 Mazda 2 的底盤可以來試乘 這個是後方的彈簧 後方的彈簧公斤數也不高 改成 KT 之後 說實在話 經理這台車有點忘記了 應該是四公斤啦 不然我們先來看一下後方的彈簧 跟避震器的結構 這一台車很特別 它的水平的一個感應器 它前面是HID 所以水平感應掉駕的話 是裝在這個下方 它有一個掉駕 那後面的彈簧 調整機構是放上方的 所以上橡皮是不需要沿用的 可是下方的橡皮是需要沿用的 它下方算是一個塑膠墊片而已 好 那這個是後面上方的上座 在上座下方呢 有一顆旋鈕 這一個銀色的旋鈕 這顆銀色旋鈕 是可以調整軟硬度的 如果往順時針的話 往逆時針就變軟 它有防塵套 這個防塵套的密合度也非常棒 這個是後方的筒針 那來囉 這個是拖一臂的系統 彈簧跟避震器是分開的 一樣只有一個重點而已 不論是不是裝KT的品牌都沒有關係 但像這樣後方比較輕的車子 唯一一個安裝的重點就是 後方這個筒針千萬不要把它縮得太短 因為如果把它縮得太短的話 它的彈簧就被預載住了 所以它慢速的時候 遇到坑洞的坑洞處理能力就會非常死硬 所以後方如果筒針縮得太短 這一條彈簧就預載過多就會不好做 那一般來說我們的建議 大概預載大概3到5min 這個彈簧剛剛好不會晃動的幅度 就差不多OK了 我再確認一下這一條應該是4公斤的 210廠4公斤的規格 這個是後方的避震器懸吊系統 所以後方拆裝上也還蠻簡單的 那前面的話賣花城就是一般大概有70%的車款 都是這樣的懸吊系統 我們先來看避震器的上座 它的上座有的像這樣比較 車體比較小的車子 上座的話會在這個飾板的下方 所以這個飾板、魚刷、擋板之類的全部都要拆掉 就比較麻煩一點 但CX3的話比較簡單 我們只要把這個引擎蓋打開 這裡有三顆螺絲就可以拆得到了 而且輸泥的調整的話 車主的話也很方便自己來做調整 一樣往順時針H的方向就是變硬 往逆時針的話就是變軟 那調整的話 左邊跟右邊一定要對稱就好了 這一顆引擎是柴油的還是汽油的 我也不太確定 如果有車主知道的話 這台車有很多的車友 如果車友知道的話再跟我們分享一下 這一台是柴油還汽油的 好 那前面的彈簧公斤數 我們是配200長7公斤 一樣是配一個燈籠狀的彈簧 因為它一樣是一個小修鋁 所以我們一樣是配7公斤 那7公斤已經比原廠的彈簧磅數高出不少了 所以在過彎 或者是比較激烈操控的時候的側傾幅度 一定就會比原廠好很多 所以這個是7公斤的 那這台車就比較 如果用7公斤的話 如果用支捲彈簧的話 就會比較聲音一點點 所以我們配的是一個燈籠狀的彈簧 它的行程 彈簧作動的行程會比支捲彈簧 還要多出35%左右 然後離載串的固定點 這個腳管的部分 離載串的固定點 煞車油管的固定位置 ABS感應線的固定位置 這些都是跟原廠一樣的位置 所以不需要再綁任何的束線帶 那前面兩角的一個孔徑 也是做一個橢圓孔 可以在定位機上做出車主 想要一個開駕駛定位的角度 所以前面的話 我們也是做一個橢圓孔 可以做Camper的改變 那麥花城的話 一樣在安裝完畢之後 這個齒輪狀的托盤 記得把它敲緊這樣就可以了 那如果這款車 車友們有需要試乘 或者是有任何問題 都可以跟我們KT聯絡 我們KT的話 在北區經銷商 也有類似的底盤的車子 可以提供試乘 中部的話也有 南部的店家也歡迎車友們詢問 好的 以上是今天Mazda CX-3的直播分享 謝謝車友們 謝謝掰掰